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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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Benedict 今次帶大家看位於金鐘的Conrad 我自己住這間酒店 住過幾次 今次專程再來住 就是因為除了欣賞他們的無敵海景之外 以及其實我很想試試 他們的Sunday Brunch 以及他們的意大利餐廳Nicolini 首先 先跟大家介紹這個Sunday Brunch 他們這個Sunday Brunch 就在八樓舉行的 平時一出這門,左邊就是法國餐廳 右邊就是意大利餐廳 他們這次又把兩間餐廳混合在一起 就舉行這個Sunday Brunch 而當中最吸引我的 一定是香檳任飲 因為我超喜歡喝酒 基本的東西,魚生一定有 而凍盤方面 基本上所有的沙拉 還有Palmaham 芝士等 全部都有 咦,它有魚子醬 還有Caviar 不過沒有黑色的 有三文魚子 還有黃色這一隻 講了這麼久 海鮮拼盤終於來了 這個Sunday Brunch 挺豐富的 因為它可以任意釣 有龍蝦,有小蝦 有長筍牌 麵包牌 還有一些青頭 也為了幾衛生 它不用自己去拿 那你自己拿 可能飛來怕會很骯髒 所以它一定是一個Sunday 上面的知情 它也有很多酷 所以肉的味道都很重 很重的 不是雪藏的 它這個羅順湯是一喝 你知道我剛才做完手上 其實美方不是很好 基本上已經喝了一口 很酷 很濃的忌延 再加上蘆筍的味道 所以 如果你來這裡吃 一定會試 真心很好吃 因為 你知道白蘆筍其實是 一種貴價的食材 相比蘆筍 蘆筍其實也不太便宜 平時超級市場賣 可能也要四十十元 但是白蘆筍呢 其實真的很季度 而且是一個貴價的食材 很香甜 很清香 而且很幼滑 如果不喜歡喝香檳的你呢 你也可以在這裡叫果汁 以及可以即場叫調酒師 幫你去做雞尾酒 都有幾款 而我就叫了Bloody Mary 剛才的Mixologist 調酒師跟我分享 今天有這個special drink 就是用很多很多很多的士多啤 他們做出來的 他們的Base要浸24小時 然後再加香檳 而這個就是一個土 那個Puree就是法國來的 所以它再加上香檳之後 再加上一個 我們的Liquera 很重 好味 讓我試一下 它真的很重 它因為浸了24小時 它還要用了很多粒士多啤 起碼有上百粒 所以士多啤味很濃 它不會給香檳的酸 很濃 遮蓋 也會喝到士多啤的甜 而土 好像在喝日本土的果汁 再加上一些酒精 都是很容易油扣 所以這兩個應該都很適合 剛才的主餐牌 我點了白蘆筍湯 不夠飽 現在就去吃他們的中式片皮鴨 如果覺得不夠肉吃 還有這個Rose beef 吃飽飽 那我們就回房看看房間 Hello 這個星期六天 我們來到Conrad 這裡做Staycation 先進來這裡 這間房間 是一間 Hardar View的Suite 那個套房 好處 是可以看到 這個 暮迪的維多利亞港的海景 你看 今天天氣還不錯 因為前幾天下雨 所以現在看起來 其實挺帥 因為它這裡 90度 是看了整個金鐘 甚至看到銅鑼灣 所以坐在這裡 休息一下 也挺舒服的 然後你還看到這裡 有些 名字 其實我不是來 慶祝 我不是慶祝 和情人慶祝的 我是說 和朋友來慶祝的 所以他們安排了 酒 安排了花給我 安排了一些 士多啤梨的巧克力 Macaron 其實花是最有趣 因為我又不是同情人來 為什麼會有花呢 不過 酒店安排得很細心 這一堆進來 其實感覺都是很nice 所以 多謝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Welcome Tea 它在工作的時候 其實有張桌子 是舒服一點的 在工作的時候 就可以吃這些 Amanda超神 看完這個房間 忘記說 這裡還有一個 客廁 如果有人來探望你的時候 因為我這裡會遇上兩天 來探望你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 客人就可以去這個 洗手間 如果你不想進入你的主人房 的話 這個套房除了可以看到海景之外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進來的房間之後 這個是主人房的入室 好處就是可以 一起看山景 因為我記得Cory 這裡有分海景和山景 這裡可以一次過 看完剛才的海景 還有看山景 這裡看著都頗舒服 和頗靜的 好像沒有看過這個角度 香港住這麼多年了 Hello 早晨 昨天睡了一覺好 現在早上 叫了In Room Breakfast 沒有去Lounge吃 其實可以Lounge吃的 但叫了一個 港式早餐 和麥西式早餐 現在準備去吃東西 對著這個海景 吃完早餐轉眼間 就已經變了晚上了 現在和媽媽先吃飯 今晚和媽媽吃飯 就是在Nicolini's 那就是意大利餐廳 那天我們吃Bruns 也是在這裡 今晚就在這裡吃一個Find Dining Cheers 現在說我快就來第一道菜了 這個是一個北海道帶子的卡塔 讓我試試這個卡塔 吃得出它是吃得非常厚的帶子 一日可以是非常甜 但是它不是爽的帶子 它有一點黏透的帶子 我喜歡吃那些Tension 因為我經常給它 不黏很爽的帶子 就好像沒什麼質感 但這次吃完它 反而有點像 平日吃一個海露 即是西班斯的拉塔 但是 甜得來非常鮮 好吃 試一下這個白蘆筍 其實白蘆筍 其實白蘆筍是一個很貴的食材 對 相比平日 即是平日吃的 青色的蘆筍 它會吃到甜很多 白蘆筍呢 其實主要會吃到 這麼甜的味道 所以為什麼它會這麼貴 就是這個原因 吃上來 甜得來 是沒有醋醬味 這個就是這個蘆筍 就是有一個熱筍的 它跟一樣 都是一個白蘆筍 是煙煙的 嗯 它呢 剛才聞到 它的味道 不會好 也不會好 它喝的 吃到一點點 白蘆筍的鐵皮 來到第二個 就是Second Pasta 其實二大利的餐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因為你知道嗎 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這一副 你看 多長 我先煮好了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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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我又說 已經是喝了很多杯酒 和我們 Wine Perry 然後呢 已經到了Ming Kong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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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像是碧粉燒烤 或者是銀攝烤的西煙燒 是特別甜的 主要呢 是用白蘆筍的醬 令到它的甜味帶出來 因為吃完白蘆筍醬 就已經可以吃到魚的甜味 互相輝贏 而且最重要呢 加了少許 魚子醬 這瓶裡面有氣體 對 反而它打氣下去 就不會讓它氧化 對 你看桌面有多麼多杯杯 其實我們已經喝了 6杯還是7杯酒 完成了Wine Perry 現在去到Dessert 去到最後一杯 甜品 再加了Dessert 我媽媽說她醉了 所以 為何要參加房間休息 現在呢 就帶大家參觀一下 另外一些房間 基本房間其實都一樣很漂亮的 多謝大家收看我這個Vlog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就記得Subscribe和Like 如果大家對港麗酒店 Conrad這個海景住宿的優惠有興趣 就可以上去他們的官網預約 就有包了早餐 包了房間 還有包了Dining Credit 即是可以去Nicolini's 那裡吃意大利餐廳 有得住酒店 還可以吃兩餐 其實都真的幾化算 下一條片 我會跟大家去看哪一間酒店 同樣是灣仔 先閉個關子 下次見 再次見